中央电视台球迷朋友 现在您看到的是 2013年斯坦科威奇杯洲际篮球赛 广州战的循环赛 那么这是中国对阵阿根廷 那么中国呢 在之前的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 广州战第一场是58比52战胜尼日利亚 第二场呢 是73比62战胜波多利格 那么这也是循环赛当中的最后一轮 那么由于中国队呢 实际上呢 已经是取得了决赛权 那么根据广州战的这个赛程是这样 四个队伍呢 进行一个单行环 每队打三场比赛 打完之后呢 根据排名前两名 进入到明天的最后决赛 那么三四名呢 要争夺第三名 所以呢 中国对阿根廷这场比赛 由于阿联被选藏 整体的实力呢 还是有所下降 但是这场我们也看到呢 杨朗基斯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一个阵容配备 用过少年的双塔 王志玲和李莫豪也用过小个阵容 一直在这个传统大个阵容和小个阵容之间来回的切换 今天这场比赛刚才的第三节应该说中国队呢 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 在第三节的前半段 我们一度打出一个12比2的小高潮 一度将比分反超 但是随后呢 老道德阿根廷队 又重新控制了局面 我的失误还是有些偏多 12次了 现在阿根廷厂商控球的是8号 就是左侧的空位三分机会啊 这个地方落人很危险 阿根廷这个外线的投手还是比较多 刚才投中的是9号 门银欧地 我们看到6号巴布洛 门银欧地 8号拉若维托拉 这些证明空位 包括7号坎帕泽 他这个外线投手很多 这些证明空位是9号坎帕泽 转眼前的证明空位是9号坎帕泽 第一托让一下 没有 nombreux 时间又到了最后的六秒 这球啊 这篮板抢的不错 刘伟很机敏 在对方的包夹之下 传球失误 同场比赛的第13次失误 这种失误对方马上就快下 10号薄熙 孙叶一对一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难了 家防命中 这份它已经拉到到了十分以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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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王志愿者 王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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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